30岁对于杨子而言,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,作为一个已经出道多年的老演员了,说孟子义扮演的女配,在剧中的颜值完美压制住了身为女主的杨子,看到这样的词条登上热搜,当事人孟子义立刻就很是慌张地解释不是自己做的,想着要发动态澄清。 幸好杨子很是清晰,把解决的事情交给剧方,让孟子义不要有发文,因为他明白,现在很容易就多说多错,在采访中回忆起杨子对自己的帮助,孟子义很是感激,直言杨子的为人就是好,身为公众人物,杨子不仅爱帮后辈,也爱参与到公益的活动当中去。 当别的艺人出席的,是品牌高大上的直播间时,杨子在临近近组之前,再一次直播,以30岁的年纪,他的面部状态自然掀起热议,唇纹干裂明显,项链反成枷锁,前后两场直播差别大,装造朴素。 首先直播间的画面是很真实的,感觉就没有增加滤镜,不会影响脸的变化,所以,从这场直播里看状态,是最清楚不过的了。 在没有调色的生涂里边,杨子第一眼就会被注意到的,是嘴唇上裂痕的明显,脖子上戴了根项链,稍微有些紧短,反倒像是禁锢了杨子,显得起整个脖子略粗。 对比一下前段时间品牌直播里,梳着八字刘海,穿着美美白裙,造型在线的杨子,这次的确装造是有些朴素了,看截图状态不怎么好,但其实只要看了直播就会明白,动态比静态有活力,杨子状态依旧好,央视四年前评起古灵精怪,果然没错,从直播里就明显感觉得到杨子对于卖货的不熟悉。 左看看右看看,整场直播看下来,动起来的她,很显然就没有静态里的那种疲惫感觉,很是活力与可爱模样,当时就用了眉眼传笑灵气声来形容她,如今来看,果然是没错的。 作为国民度超高的女演员,杨子还处于上升期,说明她的确清醒,明白自己的欢乐状态最为动人。